老实人做生意太难了 做个二手服务器也能被坑 不服不行啊 前一天呢有一个客户啊 要是找我有戴尔的22730XD服务器 说是有50台 然后呢我就加我微信了啊 价格呢配置什么都说清楚了 当天下午他就付款了 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发货 我说 大概是明天下午就可以发货 我们库房的发货时间都是统一的嘛是 每天晚上都会是7点左右 然后是有物流车过来提货 当天的服务器订单呢他当天一般是发不出去的 因为那个在发货之前的服务器的发货之前都需要对美台服务器的装什么cpu装内存条然后等等吧装一些配件然后做一些统一测试吧不是 完全没问题以后才能打破发货 所以说这个客户他要订50台吗不是吧 他付完款我就把这个50台这个 其他人XD服务器订单发给库房了 让他们提前准备吗不是 明天发货 万万没想到的是 到第二天下午两三点的时候他给我发信息说这笔服务器不要了要退款 尴尬了 50台服务器都测试好打包好了 就等五六车过来提货了 现在告诉我服务器不要了 现在要退款 这不是搞笑的吗 我以为有什么误会呢然后结果呢沟通了十来分钟吧人家直接要退款 这这这这这 我也好像没什么办法 因为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呀 你说这种情况要不要直接给他退款呢 这些退款吧 库房的几个人一天的这个人工费啊打包费啊什么都浪费了 不退款吧客户不愿意 最后肯定会闹得很尴尬 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了 最后我直接把这钱给他人家退了 大不了以后得不合作了呗 好像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做服务器回收这么多年了卖服务器都不知道卖了多少次了 还是第1次遇到这种情况 之前呢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 那客户打电话要定100台某一个型号的服务器 也没打款嘛不是吧 第2天告诉我 这一台服务器暂时就不要了 过段时间再说 这也没关系对我没什么影响吧 因为我们这有这个规定就是 客户不打款我们库房就不会提借给根据客户的一个 这个对服务器的一个需求啊准备服务器 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 这服务器都准备好准备就等物流车过来拉货了 这时候告诉我退款 就我就感觉明显这是坑人呀 二手服务器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不像你发现什么配件的 比如像内锤硬盘什么的 打包起来很快 服务器呢他需要先从库房 把这个这个型号服务器都找出来 拉到我们楼下这个测试服务器的 就指定的一个工作区 然后需要一台一台的测试 测试一台服务器就是大概需要十来分钟吧 没问题的话再给这服务器贴上一个 防这个防滑的一个膜吧 防滑膜 机器测试以后又放在这个木托架上 再用这个打包带把这个四周都捆绑一下 最后再用塑料膜把这个整一团这个服务器都包起来 一般的一团服务器都可以放在30台 放30台左右 他需要要50台嘛就需要两个木托架 哎不算了算了不说了就说多了都是累 我估计就是这位客户以后再也不好意思找我要服务器了 所以说 二手服务器的东西就真是比较特殊 以后大家在买服务器之前一定要想好了 一般情况下二手服务器一旦出售的话 没有质量问题他不允许退货换货的 你做这玩意的利润本来就很低 如果再涉及到什么退换货 回来的物流费都挺高的 再加人工费怎么做都是亏的 对不对 跟买的新服务器完全不一样 想想新服务价格就他已经摆在这里了 他服务器的价格已经包含了什么质保费 售后服务费 什么物流费人工费等等吧 所以人家的价格贵是正常的